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來介紹 龍爪球鼠的雷雪丸 學名是Copiapoa Cranciana 就是眼前看到的這一對 基本上這個品種很明顯的就是 刺是細細長長的 當然刺有稍微有咖啡色的 淡黃色的,白色的,灰色的 那想先讓大家看一下 資料 好,所以基本上 雷雪學名Cranciana 原產地在自立的 Katakama沙漠這個 Tata這個城市 主要分布在Sent Long Valley這個峽谷裡面 然後有三個族群 然後位於太陽紫色的環境 年雨量非常少 少於100 然後海拔是這樣子 然後它在Focus Zone內 所以呢 所以它的主要的水分來源就是 凝結霧裡面的水氣 然後給自己用 好 然後小時候是單頭 然後長到一定的大小就會開始群生 然後單頭可以到12-15公分 可以到1公尺高 然後 林樹 然後黃花 它跟其他的黑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的花是淡黃花 一般的黑王可能是 呃 紅啊 黃 黃色 黃色鮮黃 對 但它的花是比較淡 而且比較小 小朵 好 然後需要異花收粉 很久才會開花 每個黑王都這樣 呃 原產地跟其他物種 這個等一下可以看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來參考Copyaboa2006 這個 這本書的內容 好 滑一下 嘻 先滑一下 嘻 嘻 等一下會用到 好 那我們還是回到Copyaboa2006這本書 好 這個 我們參考這本書 這個 這個是自立的地圖的這個範圍 這個城市到這個城市 下面這個是黑王的種類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個主要的地方 好 雷雪呢 分佈在這個斜線這個地方 St.Rome Valley這個地方 然後 塔塔這個城市的北方 上面呢 是 Hesotoniana逆鱗丸 這個 藍色的地方是 白赤黑王丸 下面是 黑王丸的分佈範圍 然後 欸 下面是 紅色就是這個 黑王的位置 好 那 回到植株本身 那 因為剛剛很快的看過了這個 欸 我寫的這個 小筆記 好 這個是假接的嗎 這個是短檯幕 看 下面有檯幕 啊 是 繡補檯幕 好 這個也是短檯幕 這個是也是短檯幕 這一顆是石森的 好 那 仔細看一下就是 欸 所以它在 我這一批都同一批 這個是 黃刺到咖啡刺 顏色也偏黃 其實是杏刺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很單純的白色 然後 它這個是 灰刺 灰色刺 這兩個一筆就知道了 這很明顯是偏 灰 灰黃 這樣子 好 然後 所以 呃 雷雪也 就是小時候是單頭嘛 然後大一點它會開始長側牙 那側牙是從 下半部開始長 下半部開始長 那像 背景這一顆也有在長 是這邊 這裡 它已經有一個側牙在這裡 好 雖然不是很明顯 好 所以它也跟黑網一樣 這個好像 蠟 不是很明顯 因為我沒有養得很 很很 欸好 這顆就好 這個 蠟沒有很明顯 但是 就是 盡力這樣子 啊 對 忘了介紹一個東西了 好 再回到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原產子豬老豬 我這邊都不是老豬嗎 原產地朝 老豬 好 這個 看這個 看這個照片 這個原產地很明顯 這個大家有觀察到 這個 植株的下半部都是沒有毛的 然後 所以這個黑 雷雪丸如果夠老的話 它 那個毛會掉光 這樣子 所以其實雷雪的毛 刺 不是毛 是刺 就是雷雪的刺 其實蠻細的 所以其實蠻容易 就是你弄一弄它 就會掉這樣子 好 然後 剛剛的那個 產地分布圖嘛 就是 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都有 其他的黑網分布 所以 這個 他們在各個物種的交界處 其實會有很多 膠種產生 所以這個 這個是我想讓大家看的 大家有個概念 好 然後 剛剛有提到說 雷雪它的 一下齁 雷雪它的 怎麼講 花是淡黃色的花 我這邊沒有在開的花 但是我有這個 已經授粉成功的 這個 種子 所以 加一顆出來 好 加出來好了 好煩啊 可惡 刺卡住了 好 這樣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果實成熟之後啊 它那個會 打開 所以其實它上面會 開蓋這樣子 然後 種子大小 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 欸 好像看不太清楚 搓一個出來 好 種子 好 種子在黑網裡面 不是特別大 這個一格是 5mm 半公分 所以 差不多 1.5公分 的 種子大小 差不多啊 雷雪的種子在黑網裡面 沒有特別大顆 但也沒有特別小顆就是 好 這只是讓大家 看一下 黑雪 還有雷雪 好 那 這個是 花跟種子 這個順序有點亂 好 雷雪 我剛剛沒有提到 雷雪其實是 它沒有快根 它是沒有快根的病種 然後 這一顆是死生的 嗯 我從2018年 2018年 開始種的 那這邊 因為都有嫁接 所以這個長得 特別快這樣子 好 那我 把這個拆下來 給大家看 好 這個 雷雪 就這樣 哇賽 這個 這個 你不要看這個刺 現在是軟的 其實 就是 這個 我的這個 目前的個體裡面 其實 大部分的刺 都是硬的 比如說像這個 來放一放 這個 你看 這個 聽這個聲音 這個就是 比較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硬 聽一下聲音 很硬 的感覺 這個刺是會刺人的 雷雪 這個刺是會刺人 這個就比較軟 有沒有 就是 聽這個聲音 就會知道刺的是 軟硬度是不一樣的 不過它雷雪的刺是會刺人的 好 然後 這一顆是我2018年 實生到現在 今年是2023年的1月25號 好 很久了吧 對 有點久 好 這個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出來 我這個都是顆粒戒指 然後 剛剛有講到 剛剛有寫的資料是 它年雨量大概100 那 100的話 其實 我就 其實 像我這一顆的膠水 就是 這個大概多少 4公分 4公分 差不多吧 4-5公分 根是這樣子 所以它沒有快根 它是有點類似筷子根 那可能還很小 不夠硬吧 根還不夠硬 還是軟的 好 然後 好 所以 這一顆 這一顆講到膠水 這一顆 我大概 從2公分 起左右 我大概就 膠水是 兩個禮拜 短的話兩個禮拜膠一次水 長的話是 三個禮拜到一個月膠一次水 那當然就是都在中間值 所以可能每個環境 每個人的環境不一樣 就 就自己 自己看狀況調整 這樣子 好 再 再追加一個 這個 基本上雷雪的 苗啊 跟一般的黑王丸 因為雷雪基本上 有些是被認定是 黑王丸的牙種 或者是 算什麼 變種嗎 但是anyway 就是這個 就是 認為 這是 我也不是很肯定 但是基本上 他小時候也是這樣子 先長毛茸茸的刺 然後再大一點的話 長出新刺的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背景這個 這樣 長長細細的刺 所以 他真的 蠻好認的 很難認錯 對 這個是最好認的 黑王的物種之一 好 然後 這樣 然後 剛剛 澆水講了嘛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希望大家 對焦一下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介紹的品種 雷雪丸 OK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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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